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能看到AMP的物业大楼 那因为2017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的持续性影响 AMP也从2017年的5块多的价格一路暴跌 跌到了最近最低的1块5 那短短两年的时间下跌超过了70% 那在今年8月份 AMP当然也宣布了战略转型的新方向 在未来三年实施以实现利润增长 降低开销 化解风险的价值10亿到13亿的转型计划 在10月份的时候 AMP也宣布了发行总价值2.5亿澳元的资本票据 那AMP同时旗下的AMP Capital 更通过全世界14个国家的86位机构投资者 融到了超过62亿美元的这个基础设施债务基金 那我们相信尽管AMP深陷这样子的沼泽之中 但是它的品牌效应同样能够通过全世界的投资者 融到超过60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基金 所以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2020年中 AMP能够顺利的走出目前的这个困境 这个股票呢 我们在10月份的这个10月底的时候 在股价当时1块7毛8公开推荐 目前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块8毛9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只股票 也是2019年的明星股 澳洲稀土公司Lanus 52周的价格区间是1块4毛8到3块1毛6 目前该公司的股价是2块3 相信了解它的投资者都知道啊 它目前是除开中国地区之外 全球最大的 并且唯一盈利的稀土挖掘提炼公司 那今年年中呢 稀土啊也是因为成为了中美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而名声大噪 那LYC这个公司呢 也一度单日涨幅超过了16% 最高占上了股价3块1毛6 但是因为目前它的这个稀土生产提炼厂区 位于马来西亚的关丹市引起了当地的这个投资 环境保护者的不满 原本应该在今年9月份到期续约两年的执照 也也因此只能暂停 只续约了6个月 那目前LYC给出的公告来说 马来西亚方给出的条件是 第一要求LYC在4年内在稀土矿区西澳建立堆庆厂 那之前要求的0.5%用于投资于研发的保证金 现在需要交给马来西亚政府 直到澳洲的堆庆厂区建立完成 那第三个呢 就是LYC需要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 WLP建立永久处理设备 也就是PDF 那几天前啊 我们看到LYC的价格最低 已经掉到了2.04 那技术面上来说 目前已经有了触底反弹的一个趋势 而在这个月的9号 也就是前两天 LYC也宣布了利好消息 已经与西澳的传统矿业城市 Kogolia签订初步协议 在该城市建立堆庆厂的同时 增加当地的就业和投资 而该计划的厂区和稀土开采矿区 Mountwell只需要4个小时车程 我们能可以从地图上看到 这个也大大降低了 它稀土生产过程中的运输成本 那么相信在2020年 随着LYC在马来西亚执照的问题上 日益明朗 国际局势 国际政治局势对稀土的重视日益提高 以及LYC未来与美国稀土公司达成的合作协议 势必也能让LYC走出目前的惯境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